好,那接下來教大家怎麼去使用這個溫感按墊 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擺放的位置 一定要記得要擺放正確喔 第一個氣壓的位置 我們要放在我們的頸部跟胸椎的交叉地方 也就是鎖骨的後面 如果你擺放太高 效果可能會沒那麼好 第二個氣壓它就會打在你的肩胛骨下方 第三個氣壓會打在我們腰的正後方 第四個氣壓會打在我們的屁股的正後面 那我們講一下它的效果 第一顆氣壓打起來的時候 再加旋轉它會幫助你有效地去伸展你的頸部和胸部的前面 然後讓你的呼吸也會比較好一點點 第二個氣壓從胸椎打起來的時候 它會幫你把這邊做擴胸的動作 對你的心臟、呼吸、肝臟跟胃都會有幫助 第三個氣壓從腰打上來的時候 它會把你長到這邊做有效的伸展 第四顆氣壓打在你的屁股的正下方 所以經由這個的伸展 它會幫助你臀部可以做有效的放鬆 那第一個部分位置擺放是這樣子 第二個部分是跟你身體姿勢的擺放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位置應該是最基礎的位置 所以建議你一開始要先從這個姿勢開始 等到你覺得慢慢你想要進階一點點做伸展的時候 還有拉筋的時候 你可以把兩隻手放在旁邊 那這個拉筋方式也會更能夠去有效伸展這一塊 但你想要做到最難的我們建議是運動員 或者是對身體很有研究的人 你可以把兩隻手放在高的位置 抓一下地面或抓一下床面 可以把兩隻腳內巴然後往上抬 這個部分再搭配使用溫感按摩墊 你的脊椎會最有效的伸展 Shark Tank 和SP- Bevölker轉 spectacle By Sith 我們 lipstick MU 全部 cups